海豚拍打尾巴要出水面 随着音乐摆动身体 乖乖听从工作人员的指令 这是花莲海洋公园的著名表演 让不少游客都挤进园区抢看 乐园假日人潮满满 不过一到平日游客减少 再碰上一粒休 人事成本每个月增加1300万元 海洋公园决定在每年的3月到5月 和9月到12月 每周三实施阶段性休元 有员工私下透露 部分员工薪水是采取奖金制 依照入员人数来计算 现在每周三固定休元 自由的排班制也得变成固定休 礼拜三游客变少月薪 也减少大约3000元左右 因为我们的员工基本上六日 还有连续假日都不太能休假 所以我们都希望他们安排在一个 比较淡季的时候 让他们好好的休息 受到立休冲击 人事成本负担大增 海洋公园选择游客较少的星期三 固定休元 虽然让员工能休息充电 但排班制却被限制 只能固定休周三 降丁制也让薪水变少 也让部分员工较苦连天 记者廖卫林雅玲欢迎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